很多时候讲在前头的丑话并不太丑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在大学里教书 很多我的学生在毕业的前一年 必须到各大医院里面去实习 许多带他们的临床治疗师 跟我算是同辈 我也都还算了解他们 有些治疗师其实对待学生 教育的方式还蛮严格的 有时候我都会问一些 我去各大医院实习的学生 问他们说你们实习得怎么样 你们的临床老师对待你们的态度怎么样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很多被我给认为很严格的一些治疗师 学生对他们的评价居然非常的高 我问他们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象当中 学生应该都会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和善比较不要求的老师 可是学生的评价居然是 某些临床老师虽然对他们的要求很多 可是他都会把他所要求的一些原则 先讲在前面 所以他的标准并不难捉摸 跟着他可以学到东西 而且可以真正学到一些 自己该学的一些面向 学生很喜欢那些临床治疗师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那些临床治疗师 会对他们放水 或是只会对他们讲好话 而是那些临床治疗师 会把该做的原则 先把它给讲得非常清楚 让一些学生能够有一个依据 能够把自己给做到好 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概念 有一句话叫做 丑话讲在前头 但是我喜欢把这句话稍微修改一下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讲在前头的丑话 有的时候它一点都不丑 怎么说呢 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职场上面 先把自己的原则 先把自己的一个立场 先把自己的界限给先讲 反而是好事 总比事前什么都不讲 事后忽然大发雷霆 或是事后忽然要求很多 要来得更好 很多时候讲在前头的丑话 不但一点都不丑 甚至反而可能是美式一桩 因为它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你的界限 更了解你的坚持 更了解你的立场 能够让大家合作起来更加的愉快 而且磨合起来更加的顺畅 石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